對於天朝人來說 龍一直都是刻在雪裡的土童 一代帝王都稱自己為真龍天子 也彰顯了他的神聖地位 但是傳說了幾千年的龍 卻似乎只是活在傳說裡 從來也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過他的存在 有人說蛇生肖都是確切存在的生物 才會位列其中 沒有理由單單一個龍是虛構的 那麼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龍真的存在嗎? 大家好 我是王好奇 今天就為大家帶來五個關於龍存在的真實事件 至於真假 只能大家自行分辨了 這是2007年9月6號拍攝的一段視頻 地點是在江蘇高游市的高游湖 當時湖面上出現了龍吸水現象 龍吸水也叫做水龍卷 是一種偶爾出現在溫暖水面上空的龍卷風 它的上端會與雷雨雲相接 下端吟伸到水面 水會被吸入龍卷風裡形成一道水柱 它一邊旋轉一邊移動 內部的分數是非常快的 當天發生了這種比較少見的現象 就吸引了電視台的報導 當時的拍攝現場 首發是在東方衛視播出 只是沒想到的是 卻被人發現在裡面拍到了類似龍的生物 結果在支扣央視的轉播上 拿著疑似龍的生物變成了幾隻鳥 有陰謀論者就認為這是在遮掩一些東西 晚上更是炸開了鍋 認為它肯定就是龍 要不然不會這樣預蓋彌彰 但是真相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畢竟07年攝影設備的清晰度卻是很難看清 1934年7月 遼念營口田船台上游 有一隻龍從天上掉了下來 在地下隱隱一息 人們自發給它搭糧棚 挑水澆 就這樣過了幾天 在數日接連不斷的暴雨後突然神秘消失 但是關東地區發射量極大的日之報紙 《聖經時報》 完整進入了事件的全過程 8月8日 當初的活龍已經成為了一具屍體 在這具遼河路海口10公里出的蘆蝟蟲中 看管蘆蝟團的一名蘆姓孤人 發現了一股腥臭難聞的怪尾 於是就順著怪尾去尋找 結果就在裡面發現了糊爛的巨大骨骸 《聖經時報》當時還拍了照片 雖然年代久遠 加上當時攝影技術的制約 只能依稀看出當時現場的模糊身影 然後畫面中一具巨大的動物骸骨依然清晰可見 骨骸長約10米 頭部左右各有一角 結合前後事件 人們一致認為這就是龍 央視走進科學 曾在04年做過關於此事件的破解解密 認為這是鯨魚擱淨後的骸骨 不過很多人並不認同 包括當時木基此事件 現在已經是老人的幾位當事人 他們都堅持自己當初確實看到了龍 關於鯨魚的結論實在是可笑 1944年 松花江滋留牡丹家南岸 天上墜落了一個長達十幾米的黑龍 頭上沒有插角 只是在前額上長了一個扁鏟形的角 像牛角短而直 根部粗約十粒米 身上腥臭味很重 已來的大批蒼蠅在那裡飛來飛去 這隻龍好像瘦了傷 當時在場的有三百多人 人們認為他是黑龍家裡的黑龍 就搭了個涼盆還為他身上澆水 當時天色以往 人們就決定第二天再來處理 結果第二天一早 這龍就不見了 只剩下趴落地的一道深溝 日本瑞龍寺收藏著一具這龍標本 據說有著370年的歷史 根據世祖的說法 在日本明治四年時 也就是我們的清末時期 有一名龍戶在河邊發洩了一條奄奄一息的龍 結果他找了個木棍把這條龍給打死了 然後把他高價賣給了一名日本三人 三人帶回了日本 並把他做成了標本賣給了日本將軍萬代同衛兵 萬代同衛兵非常的喜歡 把他收藏在自己的家裡 可是沒多久他就生了一場怪兵 信佛的萬代同衛兵就認為是龍焚作祟 於是就在天河2年9月 把他捐給了瑞龍寺 你可能要問這龍為什麼這麼小呢 據說這是一條未成年龍 蜘蛛城標本在龍縮下就更小了 只是聲稱這是真龍的瑞龍寺 卻一直不肯接受DNA的檢測 你覺得以上的哪個事件可信度更高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下期見